他是美国佬的一名顶级狙击手 正在一个充满烤肉味的山坡上 执行保护任务 旁边的助手满脸崇拜地问他 他却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后 勾动了班机 随着一声轻碎的枪声响起 对面的狙击手应声而倒 正当他露出得意的微笑时 却突然发现 他所保护的指挥官 也在他的枪声中失去了动静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上甘岭上的志愿军 是如何用出神入化的战术 将拥有强势火力的男二师 打到风声鹤唳的吗 如果您也认为 志愿军是创造奇迹的队伍 请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崇敬之情 前面我们讲到 被志愿军连续干掉了两个连的男31团 彻底急了 直接放弃了大招 第二天一早 当海平面上的第一缕阳光 刚刚投射到航母上时 成牌的战机就快速弹向了高空 铁了心的美国佬 竟然在一夜之间组织了一支强机机编队 对着597.9高地北面的045号阵地 就是一阵不计成本的猛轰 一时间 那种带着尾翼的重型航弹 如下饺子般的 砸向了这条仅有几百米的山景 整个山头瞬间化为了一座火山 岩石被炸碎 泥土被炼红 就连深埋在土里的树枝也被烤成了灰 树轮轰炸后 整片山头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灰黑的天空下 刺鼻的硝烟中 只留下一堆堆还在冒着青烟的土堆 然而 即便是炸成了这样 被打怕了的南三十一团 还是不敢大张旗鼓地向三号阵地进攻 但又不能不派人去手 怎么办 逼急了之后 南三十一团的一名营长 也想到了一套打法 学志愿军 玩战术 这次他们派上去的不是一个连 而是一个班 同时还在三号阵地的后方 藏下了数个伏击组 弄出了一个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的阵型 当然 防守在零号阵地上 135团二营的七连 并不知道敌人也玩起了战术 以眼前的情况 白天打偷袭肯定不现实 别说潜伏小组 如何摸到敌人阵地的下方 就连后方的迫击炮牌 只要一露头 估计就会被敌人的空中火力炸成了灰 所以 营长张广生前辈改变了打法 这回不打三号阵地了 改用运动狙击的方式 打右翼的十号山头 当敌人的炮火结束后 便立马派出了两个三人狙击小组 进入右侧的山林 打冷枪 狙击 虽然没有冲锋陷阵那种波澜壮阔 却是步兵们的噩梦 上至军官 下至步兵 无一步弹之色变 随着数声枪声之后 这帮原来还在庆幸自己 没被派上三号阵地的南军 瞬间变得风声鹤唳 人心惶惶 不光他们的指挥官 不敢上阵地 就连防守在山头的士兵 也全都吓得缩在地堡里 不敢露头 就连吃饭上厕所都得小心翼翼 生怕什么时候 飞来一颗不长眼的子弹 要了自己的小命 一天的狙击 六名队员就干掉了 十号阵地上四五十名南军士兵 不光将他们打到别说反击 连上阵地的勇气都没了 夜幕降临 反击三号阵地的时间来临 为了增加突击效果 这次七连并没有安排排击炮 直接让三个三人战斗小组 摸到敌人阵地的下方 对着山头连续扔出数枚手榴弹后 九名队员一跃而起 端起冲锋枪就是一阵猛扫 五分钟不到 一个班的敌人瞬间爆销 正当他们准备撤退时 三面同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很明显中了来伏 所幸战士们打的就是速战速决 早就计划好了撤退路线 他们交替掩护 边打边撤 最终以八人负伤的代价 成功撤出了战斗 135团二营七连两天的颠送阻击 不光成功守住了山头 更让15军的增援部队 全部进入了目标战场 一场举师瞩目的翻盘之战 即将打响 请看下集 高光时刻一 银唱咖秋沙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